你敢想吗 非洲农村居然有人一顿吃两只鸡 住着现代化超级豪华平房 连鸡吃的都是富有维生素的食物 怪不得他家的鸡 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傲气 想跑就跑 想跳就跳 日子过得比我一个月三千大洋的小伙都熟他 他家饭前还要秀一波土豪操作 接接实实地告诉我们 用水洗手只是为了干净而不是炫富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她是非洲大户人家的扛把子 看过以往视频的老铁们都知道 她家年入七位数 住水泥房 开豪舍 她爸是村里的首富 有两家酒店 一家超市 这样驱黑的千金大小姐家务活 却是一把豪手 用她的话说 饭可以不吃 活不干全身都不得尽 艾丽娜正在讨喜非洲大米 只见着双肤黑勤劳的手 在大米间有序地推进着 大米像是读懂她的意思 不急不躁 任她肆意妄为 待到时机成熟 便齐刷刷进入大黑锅 春暖花开之日 便绽放成入一眼 就久久不能忘却的色彩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吃腻了牛羊肉 今天整两只鸡 换换口味 相比非洲一些地区的人民 一年可能都吃不上一顿肉 艾丽娜这家子实在太幸福了 天天吃肉 不是一斤两斤三四斤 而是十斤八斤吃到饱 高点胡萝卜丝 放进米饭点缀上色 大米在大火的放肆下 争先恐后的含苞待放 在竹梢不断地翻滚中 一个个证明自己 朋友们 这顿美丽动人的大米 你们打几分 看起来还不错 每次饭前要做个仪式 关注不迷路 点赞爆发户 艾丽娜说 我一生有几件事最值得自豪 生六个聪明伶俐 帅气漂亮的孩子 虽然今年四十岁 但老公还能战斗的话 还想再生两个 艾丽娜半开玩笑半得色 犹如十六岁的少女般可爱 虽然年龄四十 无奈风华绝貌 依然是村里单身老汉眼中的一朵金银花 皮肤依旧娇嫩细腻 和她常年乐呵呵的性格 有间接的关系 尤其当她穿上一缕中国红衣服 那种红里透着黑 黑中掺和非洲贵妇的气质 小黑子如果不多看几眼 我都怀疑她有特殊的爱好 毕竟并不是人人都有 这般无可挑剔的美貌 当这张樱桃小嘴滋啦滋啦打开大门 不大不小的嘴唇 一分钟能躁动三百次 还有一件事 也是艾丽娜感到特别自豪的 那就是她精湛的厨艺 她做饭有一个特点 食材教选必须是新鲜的 每次都清洗几遍 她认为饭菜是否好吃 一部分取决于舍得用水清洗 众所周知 非洲很多地区水资源紧缺 很多人都不舍得用水 把食物清洗干净 毕竟艾丽娜是富家千金 见过大世面的人 她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每次都把食材清洗一尘不染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朋友们 艾丽娜做的大餐 你们能吃几碗 欢迎各位小主留言交流 请不吝点赞 这下方 销售 这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下方